偷 你去派人查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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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宗三 要活之逞祸 嚇住啊 啊 啊 妙水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跟藤在一起 在店里对付教宝吗 哦 你出卖了老子 哈哈哈哈 这园衣宫中 是敌是友不过一瞬 你若不改 那就等死了哦 我呸 不愧是跟教王顺一个被窝的 都不是熬东西 随你怎么说 我告诉你 你若是进去 你死的只会更惨 你应该庆幸 你是死在我的手上 我看你就是欠航 我要是你 天天要叫我老儿 劈里啪啦 抽来抽去 早把他宰了 他是该死 但不是现在 该死的是你 就拿你的命 来为我铺路吧 哈哈哈哈哈哈 家里没性子 总该雨尿吧 就凭你 来吧 下来吧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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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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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射手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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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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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妙峰去了药师谷回不来 灵力也不在 只剩下两只畜生陪你 看看 别挣扎了 除了铜树 你的身体应该还有毒素在发作吧 百毒不侵的你 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礼物 万年龙穴珠 怎么 奇怪我怎么知道龙穴珠克你 还是奇怪我去哪里找到它的 你该不会以为我会一直做一只 腐手成臣的狗帮 你走 走 明律 是你 他 我终于破了你的铜树 我终于破了你的铜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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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蠢的痛 你以为园医公的玉座 是如此轻易就能颠覆的吗 你太天真了 你是不是在想 你的同伙为何还不前来 教王 妙水 本座原以为妙伙没这样的胆量 但是没成想 他竟然被你蛊惑 起了反心 还好 有妙水及时发现 那个愚蠢的家伙怎么会是妙水的对手 你真是找错了同伴 我的头 是谁杀了妙伙 是我 妙伙他背叛教王 不该杀吗 你这个贱人 是你最想杀这个老贼的 属下忠心耿耿 你可不要苟急了跳墙就诬蔑人 请教王明察 本座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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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水 我自然是知道你忠心于本座 本座二 还知道 同顶投叛乱 而你在第一时间劫杀叛乱同党 明丽和你 大功一箭哪 起来吧 谢教王 死吧 教王 你看 哪怕是童这样的人 也抵不过这世浑散 还真是 明不虚传 射浑散 被吓到了吗 射浑散可是这百年以来 从未有人解开的剧毒 听说二十年前 药师谷唐老谷主 苦苦思索一个月 也未解开这毒 反而最终因为神思枯竭 偶续而亡 最可怕的是啊 这毒会腐蚀你的全身 令你最终痛苦而亡 真是太可惜了 我一直都把你当做自己的眼睛 但你却背叛我 你不怎么会 你不想去 一只 我能在哪里 我可以 我不会 你得分手 我得分手 你得分手 你得分手 我得分手 你得分手 你得分手 太可惜 太可惜了 头 如果不想死 就求我开恩吧 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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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就这样死去 太便宜你了 真是奇怪啊 你是怎么敢这么做的 难道你已经记起了自己的来历 你果然已经恢复了记忆 如此说来 你背叛我不仅仅是因为你的野心 还为了给那些故人复仇 头 我的铜啊 有些事情我不告诉你 是因为我的仁慈 既然你这么不领情 那我就将我的仁慈收回来 在你死之前 将当年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 是 那个女孩 你叫她姐姐是吧 你一直以为当年是她抛下了你 就算在你没有记忆的时候 你还是这样觉得 是吗 可惜啊 他们当年确实想要回来救你 但是他们被妙峰追杀了 后来 她和她的伙伴一起掉进了冰河里 那个少年被火生生地冻死了 而那个女孩 小义姐姐 小义姐姐 懂 知道这些事情 你应该很难受 很难过吧 是我们的活该 这是 这是活该 来 当初我亲手把这把沥血剑交给你 如今你却想拿这把剑来杀我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杀掉了我那么多宝贝熬犬 又送掉了名利的命 要不就在毒发之前 你就像你以前一样 先做我的狗吧 虽然说失掉了这双眼睛之后 你可能连狗都不如 来人 把他送去血域 和我的鳞犬关在一块 是 来人 苗水 在 把这把剑送到藏兵阁 好的 将王 罢了 我自行解决吧 你去吧 属下告退 我 偷 我 你还是失败了 苗水 我在入园一殿前 就发现了那个教王是明利所难 但我当时已经来不及阻止你了 既然事已至此 我又何必搭上我自己呢 你是个聪明人 你会懂的对吧 只是可惜了 贱人 贱人也比狗强 杀了我 你想死啊 没那么容易 试魂伞会一点点侵蚀你个脑子 你每天都会丧失一部分的记忆 七日之后你就会成为一个像婴儿一样的白痴 还没结束呢 接下来剧毒会透过你的脑子和骨头 伸入你的肌体 你全身的肌肉会一块一块地腐烂崩落 直到你成为一具白骨 才会咽响到最后一口气 如今才是第一天 在毒发前 你就做一条抬不起头的狗 直到死为止吧 我听说修罗场有一处通往藏兵阁的密道 你若是能够将那个告诉我 也许我会开恩 让你早点死吧 我会让你开口的 我会让你开口的